好 大家互相说一声你好 北浦老街上挤满人潮 人们手上的火把亮光 延续了整个街道 像是涌动的火龙 一旁磁变工妙床 也是满满的人潮 传统DIY制作的龙形灯笼 看起来精致可爱 还有复刻古人智慧的滚灯灯笼 火把的光与热 则给人带来明亮与温暖 油缸火游元宵 成为北浦地区独特的民俗庆典 吸引游客参加 感觉很兴奋 本身是苗栗人 然后跟我们苗栗的那种 元宵节的那个 半龙的文化有点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很特别 火的舞者带动现场气氛 达到高潮 元龙火把接续的火龙 也吸引许多摄影玩家 捕捉精彩的瞬间 纷纷找好位置 架起高脚架准备取景 用高角度 因为高角度拍起来 才会延伸感 因为千人 千人举火把 然后要延伸感 比较好看 现场开放800个 油缸火DIY体验名额 一开放网络报名 随即额买 之后还加开名额 除了从贵族的取材裁切 以及灯油的添加 和灯芯的甜塞之外 还有在火把 画上祝福的彩绘 希望2024万事如意 身体健康和工作顺利 等可爱的图案 可以自己动手据竹子 是第一次体验 还蛮好玩的 可以在上面再画 自己喜欢的图案 或是写一些 自己的愿望 期盼那一些的 除了油缸火庆元宵 财灯民一样都不能少 捐弄了北浦元宵性活动 就是要民众 带回满满的祝福和回忆 牛肝火 好运都来 新唐亚太电视捧正前 台湾新竹采访报导